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本琼斯 巴西公布了近十年来的首次贸易逆差 本期即将与我们连线的是来自 Brown Brothers Harriman的伊兰·索罗特 那么您对巴西从2000年起的首次贸易逆差有何看法呢 2014年 巴西的贸易逆差为39.3亿美元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价格的下降 这给了以出口为主的巴西经济很大的打击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巴西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阿根廷和欧元区的经济都每况愈下 你认为这些因素会继续困扰巴西吗 是的 我认为这些因素还将继续困扰着巴西的经济 我认为贸易下滑的趋势将会继续 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 在出口方面 贬值的雷尔将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但是对于巴西的整体经济来说 将会带来一个通胀过高的问题 最后 您认为2015年影响巴西经济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我认为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即将进行的巴西央行会议 重点要看如何进行利率的调整 而第二个因素就是巴西的贸易问题 在2015年 巴西能否在贸易上取得突破 对于巴西的经济来说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好的 伊兰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持续关注多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下次见